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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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难怪正男不想跟你结婚 这个女人很敏感的 男人要是对他不知真心 他一定感觉得到 难怪这么快就被小汉生追走了 认真说起来 绝不能怪正男变心 因为这是你不够用心 爱的不够 会心呢 我跟你说像这种男人 刚分手就跟别人谈恋爱 自己要小心啊 因为我听说变心啊会成习惯的 你说完了没有 之前我们跟在传在谈婚事的时候 你没事就来破坏挑衅 现在都已经解不成婚了 你还这么多话 我告诉你 你做人如果这么缺德 以后子孙要替你偿还 你现在说着什么话啊 什么我缺德 什么子孙要还 你在诅咒文心吗你 我有必要诅咒他吗 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自己心里有数啊 李嘉啊 不要再跟他说那么多了 我们赶紧去买菜 再传真倒霉 每天要跟这种人在一块 你现在在说什么啊 什么我在挑拨 你才在挑拨我们家人的感情 我告诉你 你们子孙会有报应的 我们很好 不像你 儿子施名 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你再说文心试试看啊 你这个疯婆子 怎么拿东西丢人啊 我就故意的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可是 别理他 好了啦 我告诉你 以后怕遇到我闪远一点 高饼公会多了不起啊 等文心取了艾琳以后 哎哟 那才叫啊 真正的神器 很神器是不是 我看啊 我看啊 你是很滑稽还差不多呢 好了好了 不要理他了 我们赶紧去买菜 好 好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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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啊 哎哟 没关系 哎哟 等文心啊 娶了艾琳以后啊 我就不用自己买菜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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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